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華德來玩我們的KO4STAR 好 今天是4月10日星期二 好 這是零終號 零終的號 那他今天應該抽完了 角色都抽完了 好 角色抽完了 來看一下喔 套卡的話要抽幾套 哇 要抽3套 真厲害 然後這個是 這次的套卡 這次的屬性卡 那他用那個洞傷卡應該是為了那個吧 打那個 亞歷山大 這是為了打亞歷山大吧 好 那星星 好 不知乎我們看一下 兩張特殊卡 是攻擊的 爆擊的就爆傷啦 然後一樣裝洞傷卡 不知乎我跟雅典娜不是都有電擊跟洞傷 為什麼要裝洞傷卡 是大家更容易被爆嗎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 他測試出來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他打多少吧 他這個應該是今天一口氣打完吧 他的最高傷害是359 然後用的組合是這樣 大家參考一下吧 呃這隻有這隻集魂吧 然後這隻集中吧 然後這隻 這是無極 然後 我們的這個 不知乎也是集中吧 應該啦 有點忘了 待會看一下 然後這隻 這隻是普攻吧 放上去之後普攻可以連岸 普攻會變很強 然後庫拉 庫拉不知道耶 庫拉是集中 喔 庫拉也是集中 那不知乎我應該也是集中吧 這個要練習啦 打出最高傷害你要自己練習 所以他的卡片應該都是 這個就沒有用 就沒有那個服務生的痛哭了 這個也沒有用服務生的痛哭 為什麼 然後他可能是主控 主控庫拉吧 主控庫拉跟不知火舞吧 我在想 是不是 這個好像有人發布影片吧 打出高傷害的影片 我沒有去看啦 改天再看一下吧 不過不過你們看到之後這個明天應該換屬性了吧 所以這個組合我不知道會怎麼怎麼怎麼改啦 這是因為明天這個鑰匙今天結束了嘛 對我來說我還沒有換日線 我還沒有4月4號中午 我現在是半夜時間嘛 那明天的雅力三丈那個屬性應該要換 所以他這個介面 我大概是 目前大概是五六千吧 我自己大概是五六千而已 他已經打到快七千了嘛 他已經累積到七千了吧 他是幾比亞 對阿 三百多比沒錯阿 最高傷害紀錄 那個累積的到後面就可能也沒那麼多了 就這個累積的阿 因為你在後面他可能 你看最多累積就是拿到這個而已阿 就是他這個分數沒有很多你知道嗎 就兩百五三百三百三百 就沒有很多所以他跟我其實沒有差很多的原因是因為 是因為那個 他的那個 累積的獎勵給的點數沒有那麼多 我看了我大概五千左右吧 我的最高傷害也才 八十幾B而已阿 我都用BS跟SS在那邊打嘛 好看一下他的狀態大概是這樣 我們今天就來玩不知火舞吧 不知火舞 我自己那個Q號有抽到三星阿 200抽三星 運氣真的很好 200抽的人三星都是神運氣的啦 都是神運氣的 我們要心滿意足了 我不知道他幾抽我沒有問 他最近酷酷的 酷酷的 可能在忙阿 可能在忙 畢竟你一天要把這個角色抽滿練嘛 真的很累我知道那個覺醒時練起來真的很煩 有時候玩人家的話比較輕鬆因為他都練好了 省去你在那邊練 練的時間 真的真的有差 集中的話是那個技能餓 技能餓烏烏烏這一招 它一直噴火煙 我只看到一堆火煙 跟那個有點跟那個八層岸的很像 就烏烏烏烏 在那邊烏烏 所以就這個吧 這個我就不試了啦 什麼解放冰雲火有夠複雜的 合閘到爆炸 而且獲得這個效果也沒怎樣 跟上次那個雷歐娜獲得也沒怎樣 我是不看好啦 除非有人測過 說很好用 我再試好了 不然每次都要把他洗掉再換回來 就要花兩個人家的道具 不好意思 好 這個我們之前介紹過了啦 好不好 他就物理傷害5000吧 好像是5000% 這很痛啦 進那個會哄哄哄哄哄很痛 不過因為他是集中啦 如果你一分鐘單挑那個工會戰 跟那個無疾那一種比起來 會比較弱一點 這是一定的 畢竟那個無疾是10秒 然後這個只有4秒而已 然後4秒分完之後你的那個奧義啊 你的長奧義 你的奧義就會有冷卻時間 就不能奧義 然後那個無疾他就10秒過後 剛好那奧義都好了 內劍必殺好了 然後放個長奧義就可以拖 就會有一個無限循環 內劍必殺 長奧義 然後無疾 內劍必殺 長奧義 無疾 就會有一個循環啦 也不能說不知火 我比那個 我說的是雷歐娜 上次雷歐娜 會比雷歐娜弱 只是因為那個機制的關係 我們待會會打雷歐娜1分鐘 打那個機師 因為這禮拜是機師 然後不知火 我再打1分鐘 之前那個雷歐娜打路卡好了 我大概200多比吧 1分鐘 我之前有測過 自己的套卡 我就是 我之前有測過 套裝卡嘛 測愛獨DNA啊 然後還有測其他人的 其他的 像這一套 像這一套 來自地獄的邀請函啦 然後還有那個測那個 雷歐娜他們自己的 當然是雷歐娜他們自己的 這套比較強啊 他們自己用自己的是比較強啊 就打260吧 我忘記了 260 左右 我看一下 我之前有記錄 就這個淘技和平大概打280啦 和平的世界大概251 和平的世界是那個四魂的吧 然後來自地獄的邀請函卡 剛剛那個是200M左右 偶像DNA也大概250啊 就是我之前測的這四套 不過對象是那個共會路卡爾 我會把這個貼在資訊欄位給大家參考一下 之前測的一些紀錄嘛 反正影片都有錄啊 只是 大家可能也不會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查啦 反正YouTube輸入 最終哈姆 雷歐娜應該就出現 應該就出現那些影片了吧 我曾經測試過的影片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吧 我就我就隨便按啦 我就隨便按 我也不知道怎麼按 傷害比較高 反正就321吧 321是不是 我來看一下喔 3 3有極限護甲是不是 沒有 3沒有 2是極限護甲是不是 2是極限護甲喔 原來2是極限護甲啊 我還一直在那邊傻傻用3 然後1的話是丟扇子啊 因為不常玩啊 最近 也不是不常玩 就很少用啊 我只有Q號有嘛 好吧 那就2起手吧 還是3起手 都可以 2起手好了 還是123 他也沒有重置啊 他好像沒有重置耶 他跟那個庫拉不一樣 庫拉好像是技能會重置 他好像是必殺重置吧 這邊重置吧 獨動技重置100% 好 我們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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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來 直接來 OK 那個 林村有留鑰匙給我 很好 非常好 不然我都要等 之前我跟他提過這件事啊 好 我先打那個雷歐娜給大家看一下 雷歐娜是滿新嘛 然後那個 那個 套卡都有 屬性卡都有 都有 絕景石都滿的 基本上他都全滿的啦 然後不知火當然沒滿啦 就 這個是為了打那個洞傷嘛 沒關係我就不動了 我不動 反正也還沒練滿嘛 讓他來的話自行參考 自行參考 我覺得應該是不知火5 只是因為他是集中啦 所以 會有差 5554 554喔 喔 為什麼不是4555啊 我這邊還有點數沒點 我來點一下好了 這可能是他今天練的吧 我們就點貫穿吧 貫穿能加的戰力 沒有像弓琴那麼多啦 那防禦跟HP更少 OK 那就來吧 雷娜的話就5級 很好用 我覺得5級跟集中比起來5級比較好用 真的比較好用 直接爆啦 因為這個是那個 機師嘛 機師 弄了體格而已 弄了體格是 怕凍傷啊 好 差不多了 好 差不多了 待會兒我們就 再打一個 我爆 反正可能就爆了 好 差不多了 雷娃娜傷害不錯齁 已經100B了 我那個 昨天打那個 我用我的那個霸王丸 呵呵 我的霸王丸才多少 才20幾B而已 當然卡片有差啊 還有那個 先後腳有差嗎 新舊腳有差 所以我才說那個 機師的防禦可能會比那個 霸卡爾猛一點點 我覺得啦 就打起來已經沒有霸卡爾那麼痛 你看他這個長奧利 短奧利這樣互相銜接 又很好用啊 我剛說霸卡爾大概打280嘛 對不對 那這個 有200就要偷笑了 還是有差的啦 不同Boss打的傷害有差 因為破甲也有差嘛 好像比較低嘛 更容易破甲 那打就更痛 冷卻不太夠了 好180級 197 接近200啊 接近200 就不做我可能100多而已吧 就不做我可能100多而已 畢竟這個無疾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空窗期 好200 你看我們霸卡爾1分鐘打280 那隻打200 有差吧 不同Boss啊 然後還有那個 不同關卡他的盾也不太一樣 我這次弄了體格而已啦 我就沒有測那個Informer 反正我們就當期影片都測同樣的Boss嘛 去比較 好我來試一下這個不知火舞 不知火舞 我們這個庫拉的打手是什麼東東啊 他的打手是凍傷嗎 應該不是吧 也有他凍傷耶 那我這樣試的話準嗎 不管啦 就是吧 叫出來破甲用 好不好 呵呵呵 這是他的優勢嘛 因為他搭配庫拉我們就不要換了 好來試一下 好他是電擊弱點 我搞錯了 我以為是凍傷 那反正我們現在 的雅典娜 不知火舞的卡片也是 有一張服務生痛苦啦 對他沒什麼用 我就不換了 好這個奧利我覺得還蠻美的 抽到了賺到 模組蠻美啦 好 重置一下 空窗期有沒有 大概是打 一兩百B吧 快兩百B吧 我在想 又有一個空窗期了 又有一個空窗期了 又被他震 懶得閃了啦 他應該要爆了 好 又是一個空窗期啦 我閃 這是我學乖了 再不閃我又要被你打倒了 他給我無敵啊 他給我無敵啊 好 只能再打一次爆發了 因為那個 時間到了 這空窗期很多喔 所以理論上我是覺得不知火傷還比較高 理論上 你看也是接近兩百B嘛 接近 接近 應該很接近 OK 而且這隻還沒練滿啦 還沒練滿 然後屬性卡也有差 屬性卡有一張用爛爛的浮身痛苦 那個也有差 然後覺醒直接掃一顆嘛 反正你要知道這遊戲的設定就是 越新的角色越強 呵呵 不管你之前雷歐娜怎麼樣 我現在清楚的角色 一定要有一隻兵以強 那庫拉應該就比較弱了 庫拉我們下一期再來玩 下一期來試一下這隻庫拉的傷害怎麼樣 好 反正我的決定就是 不知火武 雖然是 雖然是集中 但是他應該是比雷歐娜還要強 剛剛好幾下都在那邊普攻嘛 如果你是輪替的話你可以 穩穩的輸出啊 穩穩的打爆發然後就換人 拖時間這樣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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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乎 好棒棒 好棒棒 可是我沒有紅寶石抽 很棒棒沒有紅寶石抽 我就存在等合作啦 合作也許是下次或下下次的吧 對吧 有可能嗎 差不多 不抽的人就安慰自己 我們等合作 我們存紅寶石 好的 我是漢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